12月初,高雄发现一名登革热第二型确诊病例,而原本卫生单位要求住院隔离,但是患者仍在发烧的状态下到高铁左营站附近、前津还有骑山等地区活动。 市政府表示,个案的行为使市民暴露在登革热感染的风险中,已经违法,将开罚六到三十万元。 卫生人员朝着水沟仔细喷药,这次防治范围从高铁左营站附近到前津沿城及骑山区,每个地区都不能轻呼,因为有名登革热确诊病例在已经确诊且发烧期间在这些区域活动。 接管处表示,个案十二月一号,从泰国回高雄时,在机场发烧,第一时间快栽没发现, 隔天抽血结果验出来,确定是登革热第二行,当下要求对方住院,他却不配合,但登革热第二行,其实三年前曾造成高雄地区大流行,导致一百一十二人死亡,对个案如此轻忽的态度,卫生单位决定开罚。 环境中的蚊子在选择钉咬对象的时候,通常体温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说同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体温较高的人比较容易会被蚊子所钉咬,那包含这个登革热病美纹,埃及班纹或白线班纹。 机管却认为个案的行为不只被罚款,也让民众暴露在被感染的风险中,而工部门后续要进行环境清洁消毒,持续监控一个月,算下来工讨,花费成本也将近三十万,因此呼吁民众一有确诊,还是要全力配合,以免害人害己。 记者王耀廷,陈显坤,高雄报道。